请观赏复陪梅时间 在这里给您介绍三种不同的 而且比较代表性的种子 但是这里先请您看一下 现在我们不管在市面上 或者是在店里头能够吃到的种子 有这么多种 我想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更多更多一些不同的地方的 特别的口味的 不过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叫做广东的郭征种 剥开了以后是这个样子 这并不是一个人份 他们通常就是两三个人吃一个 三四个人吃一个的 这里是台湾有名的八宝种 这里就是湖州 也就是江泽市的豆沙种 还有这个是本省南部的人 喜欢放了花生的一种咸种 这里也是江泽口味的 所谓的火腿种 或者叫肉种子 那么这个是江泽 不是江泽是新竹一带 也就是客家人爱吃的贵长郭种 这个是今年我们才看到的用雪糯 就是红糯米来做的一种比较有营养的 卖得最贵的一种种子 这里是传统的台湾的碱种 这里是我们北方人一般来做的 白米的红枣种 这里是加了红豆的红豆种 现在这里已经有10种 那么今天首先我要跟您介绍 这个国争种 因为我主持节目30多年来 从来介绍种子的时候 没有介绍过广东式的国争种 而去年很巧 我正好在专用节的时候 在香港 那么就从广东人那里 学到了真正的国争种了 国争种用的是荷叶 而不是种叶 但是荷叶只是外表 而里头还是要给它铺上 很多的种叶子 这里是干的 干的荷叶你可以在中央店里头 或者是市场里头买得到 干货店里头也有 选的时候尽量不要破 没有很多的洞 没有虫子咬过的 颜色比较均匀的 而且要有香气的 有香气的才是好的这个荷叶 那么荷叶买回来之后呢 要用这个温水给它泡过刷过 刷干净了这样子 那么这个让它变成软软的 像一个布一样的这么软 软了我们才能够用 中间有个芯 如果太大呢就把它切掉一点 切掉一点 那么要不然呢 你就给它这个折在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里面呢 要铺这个棕叶 这个棕叶呢就是普通的棕叶了 那么你就这样子给它来回的 给它铺上两张 好 那么 它的这个材料是糯米 通常呢这个糯米呢 要拌一点酱油 拌一点酱油 那么我们用多少 也就是说你想做一个多大的 来做决定 这个糯米的这个量 并不是一定 你也可以做的小一点 这个一顿一个人吃一个 那么这里呢 拌上少许的酱油之后呢 这个米呢就给它铺在这个下面 铺在这个下面 然后呢这个里面 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 就是绿豆 这个就是绿豆的这个去了壳的 这个呢要给它铺在下面一点 或者是等一下上面再铺一点 那么至于说它的料 它的所用的这个料呢 有一点火腿呀 烧鸭呀 还有这个蛋黄啊 还有讲究一点的呢 还有一粒干贝呀 这里是这个栗子干粒啊 这个是香菇啊 那么这个到底是放多少 放多大 还有呢要放一点烧鸭啊 然后呢 也可以放一点这个虾米 好 那么就这样子我们把这个料呢 弄好 上面呢再把这个 绿豆这个 人啊 再放下来 就这样子 那么首先包的时候呢 从左向右 给它盖上 然后呢再把这两个 这个粽叶 再给它盖过来 好 这样子包 这样子包啊 那么再把前面呢 折过去 后面呢再给它 对过去 就是这么大 那么这个绳子呢 扎的时候呢 也是要扎到 很多 所谓很多层的 很多地方 这样子过来 这样子过来以后呢 在这里 又给它绑过来 在这里 再这样子绑 换句话说 比普通的这个 粽子的扎法 要牢得多 好了 那么这样子 就把它 打个结 记好了 这个呢 郭忠仲 应该是去蒸 蒸五六个小时 但是呢 现在也有的餐馆 蒸的时间太久了 他们现麻烦 所以呢 去煮 那么 蒸好了五个小时呢 就这样子 米杖了 它就高起来了 那么打开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了 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广东的 郭忠仲 那么这个绿豆仁呢 什么都在 都在这个里面 蒸热地吃 很好吃的 好 那么这个是广东粽子 今天是首先 给您介绍的 那么下面呢 要给您介绍的 就是甜的 胡州粽 那么粽叶呢 我们首先给它 泡软了一张一张的 给它刷洗之后呢 要记得 要把这个 根 也就是这个硬的 这个根的剪掉 剪掉 胡州粽分两种 一种是咸的 也就是肉的 一种呢 是甜的 那么甜的呢 比较好吃 用豆沙 豆沙呢 你要鱼鲜呢 给它这样子 先给它 搓成条 以前 还要用这个 肥肉 给它用糖腌过 然后呢 包在这个中间 现在的人呢 不喜欢太肥 所以呢 那块肥肉就免了 就不要了 那么用的米呢 也是这个 煎粒的 白的 这个糯米 煎粒的 对不起 是要用圆粒的 麦糯米呢 有两种 一种是煎的 一种是圆的 那么我们做这个 甜的东西的时候呢 通常呢 都是用圆的 比较好 这两个叶子 要颠倒放 颠倒放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做个斗状 做个斗状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先放一点米 这个米呢 要长的这样子 给它拉开来放 那么在中间呢 就放这块豆沙 然后呢 再用米呢 把它盖住 盖住 这个豆沙的大小 这也是随你自己 好 就这样子 然后呢 就给它 折过来 它是长方形的 我们叫它 是四角形 要这样子 这样子折过来以后呢 就给它 把这个边儿一折 就好了 那么这个呢 绑的时候 用白的 面线的绳也可以 或者是 传统的这种草绳也可以 这扎 扎的时候呢 来回来回的这么扎 这样子才能够 使得这个粽子呢 平均的这个米呢 能够软 如果你都是在中间 给它一个地方扎起来的话 那一个地方呢 比较死比较硬 那么这种粽子呢 做好了的时候呢 是要给它去煮的 放在一个大锅子里头 全部呢 都给它摆好 摆在一个大锅子里头 然后呢 就给它这个 加水 通常呢 煮三个小时以上 不管你做的是 二十个 或者是 十五个 都是一样的 时间呢 要两个半小时 到三个小时 好了以后呢 火关掉 捂起来 等着稍微凉了 就可以拿出来了 好 那么下面呢 就在做这个 本省的这个八宝种 好 那么本省的八宝种呢 我并不是很拿手 不是很拿手 所以呢 我就请到一位 张苏云 张苏云小姐 她来给我们做 那么张小姐 她要做的这些 这个八宝这个种 张苏云小姐 她做的这个八宝种呢 是非常的道地 而且呢 很多她的亲友 都很喜欢 同时呢 每年我也吃到 她所这个 做的这个种子 好 那么现在呢 就请张小姐 来给我们做 做这个 本省的八宝种 我听 各位观众你好 老师你好 我听说 这个本省种子 分什么南北 不同的这个 这个口味是吗 对 那么你做的是属于 台北 台北的 北方的 北部的 北部的八宝种 好 那么现在呢 就开始 先要炒料是不是 对 要用猪油 比较香 猪油比较香 好 首先先把它 放那个猪油 两汤匙 两汤匙的猪油 对 然后再加红葱头 炒好的红葱头 就是切了片的红葱头 来炒 好红葱头把它爆香 那么下个礼拜是端午节 你可以在家里头 按照你家人喜爱的口味 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粽子 虽然是说外面卖粽子的地方很多 但是有的时候买回去 并不一定合你的口味 通常这个料 多料少 口味都很影响这个好吃不好吃 这是切块的瘦肉 为什么用瘦肉呢 不用五花肉 因为现在的人比较 这个可以随自己的喜好 因为现在人比较怕胖 所以可以用一点瘦肉来比较好吃 所以说为什么要加猪油 这是这个道理 好 那就是说你今天用的是全是瘦肉 这个瘦肉切的块还蛮大块的 我想你做生意切这么大块 可就不赚钱了 自己家里吃的 自己家里吃要切这么大块 好 然后再把虾米再来下锅 再来把它炒一下 那加一点点味精 一点点味精 一点点盐巴 再加一点酱油 再加一点酱油 淋一点酱油 要加差不多半碗的香菇水 香菇的水 可是香菇已经下去了 对 可是它水加进去比较香 还要加一点本省的五香粉 哦 五香粉 随自己的口味不加也可以 还有本省的胡椒粉 什么本省的胡椒粉 胡椒粉就是胡椒粉 白色的胡椒粉 白胡椒粉 不是美国的黑胡椒粉 就是的 然后就这样子水 焖煮 水加一点就好了 加半碗 加半碗的水 然后就用 煮开了以后 用那个中小火慢慢焖 要焖多久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不就靠干了吗 对 靠干了 你要它干是不是 那这里有一份是靠干的 这一份是靠干的 好 现在我们这个就拿到这边 然后最后才再加这个 加到这里面吗 对 靠干了以后再加进去 你这个板栗 板栗要有炸过 要先炸过 煮过以后 先用水煮过以后 然后熟了 你再用那个油把它炸过 这个板栗是已经煮干的泡染了 泡染了以后就煮 煮好了以后 煮烂了以后 我们再用油炸过 对 然后等到这个汤快好了的时候 好 那我们就把它算是干了 就放进去了 好 那我们放到那边去烧 这样子 好 放在这边来烧 放进去以后 小小的火慢慢来烧 好 那么好 现在 鼠云 我还想问你 这个 关于这个饭 你是 放可以放在电锅里面煮 电锅的话 一碗米四分之三杯的水 就是没关系的 好 那个 你这是煮好了的了 对 你这个是用的是煎煎的 长的糯米 对 你是用电锅把它煮出来的 对 对 可是我听说他们这个 很多这个老发子都是 泡了以后来蒸米 对 对 一种是用那个木桶的那种 去蒸 去蒸 那么蒸的跟你这个煮的电锅煮的饭 没有什么差别 那你现在是一碗米 四分之三杯的水 四分之三杯的水就够了 对 好 比普通煮饭水要少放 对 所以这样子比较QQ 对 这个也要炒吗 还要 要 要经过再炒 再炒 好 我再给你一个锅子 我们来炒 你做大量的话 米也可以先泡水以后 再烧水 再把它烫一下 然后再放在蒸笼里面 放干的话再蒸 泡水 泡水以后 这里再另外捞起来 这里另外有一锅水 然后把它加进来 烫一下 这里另外煮一锅水 上面放蒸笼 蒸笼上面铺下面铺个布 然后把它捞过来 放到里面去蒸 但是那个时间一定要控制很好 但是那差不多八分钟到十分钟 我们现在不要那个麻烦的方法 就用你这个用电锅来烧 像普通烧饭一样的 煮饭一样的把这个糯米 煎糯米给它煮成这个米饭了 现在用了三汤匙的油 又要来爆这个 红葱头 红葱头 好 原来这个本省的这个八宝重的香气 都是来自于这个红葱头 所以不管是馅儿 不管是这个米 这个方面 都是要给它用红葱头来爆香 同时呢 用的更好吃一点的 都是要用这个猪油 现在呢放的是虾米 你这个米里面也要放一点虾米 有鲜味 对 你这个的确是不识本钱 怪不得很多朋友都讲 你的这个八宝重那么好吃啊 好吃的 这个原来你料 中间包的料以外 连这个米里面也要加了这么多的味道 味精 还有一点点盐 因为虾米有鲜味 所以不能加的太多 那么现在就是说 这个炒的这一锅料呢 是为了拌在那个糯米饭里头的 好 酱油 好了 然后再加一点香菇水 这样比较有味道 比较香 这个再给它炒干 然后才放饭 对 然后把火关掉 那就可以把饭加进来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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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这样子拌得很均匀很均匀 它这个拌的时候 一面拌一面用铲子再拖再拉 让这个饭全部能够散开来 因为糯米饭比较有粘性 通常光是上下这样子拌是拌不匀的 所以要一面拌一面这个 这有点像油饭了 有点像油饭 你要是说咸毛黄这样吃也可以 这样子吃也可以 不包叶子了 然后我们来包这个粽子 你的这个粽子叶是新的 好像很绿 是怎么样 为什么要 这一种新鲜 这一种是干的能够去泡过水 洗干净以后 对 那你泡的水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还蛮绿的 对 然后你就是拿两叶 这样子一个长一个短就这样 一个长一个短 对 就这样做 也是一个长一个短这样 做起来比较漂亮 请大家看一下 先放这个饭在这个煎的斗里面 等一下 来来来 你不要在那里偷偷地往里面放 先放一块肉 好 然后再放一片香菇 一个香菇 然后再放一个板栗 板栗 板栗 拌一个蛋黄半个就可以 因为现在蛋固成过多 半个就可以了 还有虾米 还有虾米一点 这样 你的这个是几宝啊 五宝 好 五宝 我们叫它五幅好了 通常讲八宝粽也很少 真正的是要放八样的 那么有个五六样 四五样也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它变成 包成 斗状 斗状 然后就把它这样稍微压一下 压一下 这样比较紧 做出来比较有角 四角比较漂亮 就这样子 弯过来就可以了 弯过来就好了 好 然后这个线 要一支一支吗 要 一支这样就可以 通常本省的这个是 把它这个挂在这个钉子上头 然后呢 好吧 我就帮你拿着吧 谢谢 然后呢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扎在上头 你再包吧 还有时间 那么这样子呢有一个好处啊 下锅去煮 煮好了的时候呢 抓着这个线的这个头全部就从锅子里就捞起来了 而且呢要吃的时候呢 挂在墙上 要吃一个呢就拉一下这个就下来了 就蒸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管是蒸和你这个就不必要煮了 还是要因为蛋黄是生的 还要再回锅蒸半个钟头 等一下是靠蒸 就是整个的放在蒸笼里头呢 去蒸半个钟头 让那个蛋黄呢熟 那为什么不用咸蛋黄 已经煮所有的咸雅蛋 剥开来的蛋黄呢 也可以 但是问题就是说 那个比较不香 这个新鲜的比较香 这个生的蛋黄比较香 而且糯米在经过回锅去 那个蒸过以后 它比较弱性 比较黏一点好吃 比较好吃 而且这些味道都能够进去 这样子 好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张小姐的的确是专家 八宝种植的专家 那个没有关系 好 再包一个 这个扎的时候 最后的那个结 一定要扎得很紧 扎得很紧 它才不会掉下来 这个材料要记得 每一样都要放到 然后用饭再把材料盖到 盖好了以后这样子 那么刚才包好了之后 刚才张小姐讲 要去蒸水滚了放下去 要蒸30分钟 好 用力一拉 一个结 好了 好了 通常我们去买线的时候 市场里也都是一杂一杂的 一捆一捆的有20个 好 这个就是本省的八宝种的做法 谢谢 那么这个做好了的呢 就是这种的 这种的蒸好了 蒸30分钟 里头所有放进去的香菇 肉 蛋黄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 这就是刚才做的这个八宝种的做法 那么今天呢 虽然时间很匆忙 我给各位介绍了 几种有名的这个种植 还有这里呢 就是在外面买得到的各省 或者各地不同的一些 很好吃的种植 希望各位有空 因为下个礼拜才过节 在这期间里头呢 你们不妨在家里做几样试试看 给家人一个惊喜 可以按照家人的喜爱来调味的 好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祝福各位端午节快乐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周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